大家好,在这个影片里面我想教大家去转动和调教建筑物的门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有一道玻璃桌的单门 那么我们可以先选择这一道门 然后我们再去新Control的Generate Doors这里 然后有一个Customize Select Door 然后可以看见Single Door就是单门的意思 那么我们可以看见右手边有一个黄色的轴心 我们再去Move Axis 再用这条黄色的轴心去滑动 那就是代表我们要开的位置是在哪里 我停在这里 好,然后按Finish 然后再接着按Select Panel 那这里有一部分,就是绿色的部分 就是说我们门要开的地方到底是哪一部分 那这个部分很好,就是我要开的地方 所以在这里按Finish 接着按Preview 门就是开了 你看见它是往里开的 如果你想往外开,就按Filip Axis 它就往外开了 再一次,我可以Preview 往里面开 这个是我喜欢开的位置 那么Apply 接着你可以按鼠标的右键 点一下开 然后呢,可以再点一下关 现在呢,我想选择开动一道双门 这里有一扇玻璃的双门 那么我所以,我只需要选择这一道门 然后同样的再去新Control的Generate Doors 然后呢,Customize Select Door 这里有一个Double Door 对了,就是我要开的门 那么呢,可以看见两条轴心 都是往外面的 然后可以看见上面有一个金属的门角尾 那这个轴心在门角尾的外面 这是不对的 所以呢,我们要Move Axis 要把这个轴心往里面拉一点 Finish 然后呢,再去Move Axis To 再把右手边的轴心再往里面拉一点 然后再按Finish 接着再去Select Panel里面 那这个,这里有一个部分是第一个部分 就是说绿色的地方 就是我想要选择开的地方 那么这很好 我按Finish 再去Panel 2这里 也是右手边 这里有紫色的地方 也就是说我选择了我需要开的地方 再去Finish的地方 之后呢,可以看见 两边的轴心都是往外的 我想把它往里面开 去Flip Axis里面Preview一下 那它就是往里面开 好,再一次Preview 门往里面开 然后之后Apply 那么这样我就可以把我的门开了 再测试一下呢,可以按右键 开关就是这样子 就开好了 好,现在呢,我要去开一道滑动门 看见这里有一道木的滑动门 上面就是滑动门的路径 我想把门呢,往右面拉动 所以我选择这道门 然后我在同样的步骤去同一个地方 Customize Slide Door 这里看见它是Double Door 但是不对的 我要把它改成Slide Door才对 就是滑动门的意思 然后呢,可以看见右手边有一个轴心 那这个轴心我要Move Axis 因为呢,我不想把它开到这么远 我把它选择到这个地方 就是说代表了,我从门的左手边呢 要开到轴心的地方 就是我要结束的位置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要把门调教的位置 我按Finish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我要去Select Panel 它呢,是把我选择了要开的部分 就是很大的范围 所以呢,我要去Scale Tools 把它缩小一点 然后呢,再去Move Tools 把它往下拉 为什么呢? 因为上面有一个门的路径 因为那一个我不需要把它用开 所以呢,我要再把它调一下 去Scale Tools 把它整个调成绿色的部分 对了,就是我要把门开的地方 所以呢,这样就对了 接着去Preview一下 这就是开好了 门往右边拉 这个就是滑动门 如果呢,我们不想把它开到这么远 可以去Move Access 把这个轴心再往左边拉 再去Preview 那它就只可以开到这个轴心的位置 但是我还是喜欢刚刚的地方 所以呢,我把它再调到刚刚的位置 再Preview一下 那门就正确的开到这里了 好,Apply 那这样我就可以把滑动门顺利的往右边开了 大家喜欢这个滑动门吗? 最后呢,我要去开一扇卷帘门 这道门通常就是比较保险的门 通常就是在外面的时候 就是有一道比较保险的卷帘门 然后我要选择它 最后呢,再去同一样的步骤呢 再去这个Customize Selector 然后可以看见是一个Row Up Door 那就是卷帘门的意思 然后呢,我们再去Move Access这里 可以看见有一条黄色的轴心 我要把它往下拉一点 这里就是代表了 我想要我的门开跟关的位置 是到哪里为止 那呢,我把它往上拉一点 就是说我的门就可以开到这个轴心的位置 下面就是我要开的地方 所以呢,我按Finish 接着呢,再去Select Panel 就是一样,就是说这部分 就是代表我们要开的部分 所以呢,这里看的比例会比较大一点点 那个门都差不多到天花的地方了 所以呢,我要去Scale To 把它调小一点点 那个比例 接着再去Move To 把它拉下一点点 这里就是刚刚好 就是我要开的地方 然后呢,我再按Finish 接着我可以再去Preview一下 去看一下,哦,对了 门开的地方跟开的位置都是正确的 然后Apply 那么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再按右键开 然后右键关 那么大家喜欢这道卷帘门吗